香港每個星期有些轟動國際的新聞 前兩天又衝出國際新聞 事源就是國安處的警察 就去拘捕 他用一個形式拘捕了 那八大通緝犯其中一個叫羅冠聰 他的家人即是父母和哥哥 就回去國安處那裏接受問話 很有趣 以往香港這樣的情況 他就協作調查 那個是疑犯suspect去做 但是現在用的刑詞就直接拘捕 拘捕他 拘捕用arrest 那什麼罪拘捕他呢 不說 他用拘捕和接受問話 接受問話 即是他問你要回答 即是跟我們香港一般的概念 就是我有沒有罪法官判的 國安法這個特點一旦下來了 已經講明了 不會做無罪假設 即是拘捕你呢 他問你你就必須要回答 就沒有了所謂的普通法的基本精神 就是假定原告無罪 無罪推斷 沒有了 當然這件事就國際輿論嘩然 中國有個老話叫禍不及淒勞 連建制派的《星島日報》都出聲 是不是過份了一點點 即是你日本領事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你做這些事無非就是取悅北京 當然就很生氣了 某方人說哪有取悅北京 我們走正道 我們正義的 你說正義就是正義 你是河上爬龍船 岸上有人見的 你現在怎麼做事 做什麼 大家看到的 即是你現在 因為想問一件事 你說羅冠聰有違反《港版國安法》 他現在在逍遙法外 鄧兵琼說真的 你應該良心發現回來投案 當時鄧兵琼這樣說 我馬上想起一件事 陳龍佳你良心發現你去投案 為何鄧兵琼這樣 對一個殺人犯那麼蕭如法外 但對一個影響國家安全的人 惡形惡相 原來違反國家安全是嚴重的 是否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那個死者 潘思詠的媽媽 爸爸媽媽的家人 應該出來講講 講講自己這三年多以來的內心感受 為甚麼 為甚麼 你跟他說 你跟他說 又是民建聯的李慧琼那些 又說抓那八個合情合理 你這樣講得異性嚴持 我是佩服的 但是我記得當天 幫潘思詠開記者招待會 說引渡陳同佳等等 搞到一鑊足的 也是李慧琼的 李慧琼是否應該這樣出來 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如果 你羅冠聰真的有罪的 真的這樣嚴重的 那你是不是應該國安處 派血的子 血的子 遙遠去緝空呢 或者透過interview 國際刑警 當然我們得淡少了 因為國際刑警 是不會做政治犯的 還有不會引渡一個 回去有死刑的國家的 這個是國際工人的引渡法 除非推翻這個東西 不認 還有現在香港和很多歐美的文明國家 是暫停了那個引渡協議的 暫停了 當然如果羅冠聰去北韓 難說去北韓 去平壤吃人心 這些是抵他 那百個人 去北韓、去越南、去柬埔寨 這些地方 我就真的恭喜你 今時今日你還去這些地方 好了 就算他這麼嚴重 真是嚴重到你說 還要我殺人法 你一天派到人去老奴回來 那八個 雍正時間 其間 除了有抄家屋之外 還有一個所謂的血滴子 就是電影 張哲導演那些血滴子 轉一轉 一蓋我們頭一扯 整個頭都掉了出來 就非常經典 這件事 當然不是 血滴子 只不過是一個組織名稱 不是那個武器叫血滴子 那些是電影編劇裏面的老作 但是 我們常這樣想 抄家屋 我們是以為出現在電影裏面的橋段 竟然今時今日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 一個文明的地方 一個號稱基本法的地方 你竟然有抄家 在國中分析 沒有抄家屋 怎麼可能 那些民眾會不會想 那這些民眾會不會想 太多年了 接受文化,我们大家都明白,你家香港人从小到大 一个家庭里面,你想和弟妹多亲密, 弟妹在外面闯什么,关我胆子,你问到我什么? 哥哥无端犯了我衰十一,与成年少女发生世人, 难道拉我,又不是我搞,这些汤大藏很有经验, 去处理这个人那么多,但是令很多香港人觉得很猜耀, 你今天还不是在香港,还有这些东西你在欧美国家里面 印象是非常差的,中国都没有连坐,大陆你说共产党都是这样,错了, 大陆不会这样,不是啊,我们看报纸,有时候传了很多新闻出来, 你看看,刘一波,你看看,他都对了,刘下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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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社哥现在在这里分析给大家听,这帮人拆鞋之所以拆鞋的蠢, 又说是不合格的,为什么这么说,大陆会不会这么做, 当然会这么做,但是不是自己动手做,他会怎么做, 好似前几年那个709大抓捕,就是律师叫什么去做, 抓捉完那些什么律师之后,他的家人一样受骚扰的, 但是受骚扰那些,就是骚扰他家人那些,不是政府的, 不是政府人员来的那些,就是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们伟大的祖国不会做这些卑鄙的事情,是那些市民, 尤其是那些社团黑社会背景的人,自发性去骚扰, 政府是立案了调查他的,这些不可以这样做的, 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大家听不听得明白, 已经做过一次给你们看,元朗721那些白衣人, 难道是香港政府吗那些,何君尧大议员,去做一个检阅, 大家白衣人,个个,左青红右白虎,全部胸口, 都挑了麻英,关公,观音那些,立正,SALUT, 哇,多威风啊,那些你说是政府人员来的吗? 不是嘛,那些是爱国乡身来的嘛,你看,政府都有逮捕他们的, 你不要说没拉白衣人,有,有拉,不过我不是很明白, 镜头拍到那个西瓜佬,拿着藤条是这样发那个立场的姐姐, 反而被发那个何桂南,现在在坐牢, 现在发那个,现在还有骚扰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打蚊, 你可以这样解释的,他拍到打棉被, 这个是一个王家伟式的主观镜啊,是不是? 现在不是拍东西西毒啊, 不要做些事情,令到观众这么难理解就可以了, 即是说,你有很多事情, 你通緝那个人,你针对那个人, 就算你做,你要搞他的家人, 你的蠢是你自己动手, 我不是教他,我只是说,你不要说将这些阶段推给阿爷, 阿爷不会这样做,阿爷是聪明很多的, 而你帮柴子,为了取悦上面, 来做这些事情,是引起全世界重新再关注香港, 那就是怎样呢? 这些是不是倒米呢? 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说,这些柴子做事呢, 即是方日华, 潘迪华以前有首歌挺好的, 爱你变成害死你, 就不是这些, 啊